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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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了21世纪呢 这个两头冒尖的情况 就变得愈演愈烈 一头好的来说 你看它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这个在大国里面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这么短的时间 更不用我不用一个一个暴障了 包括这个扶贫啊 减贫啊 这个取得成绩都是非常大的 另外方面呢 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种完全靠投资来推动增长 这种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资源的匮乏 环境的破坏 一直到这个资产市场上的泡沫 通胀的压力的增大 这个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不能够共享这个增长带来的财富 于是社会矛盾那一边就来尖锐 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增长模式 旧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腐败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愈演愈烈 就是社会矛盾呢 就是计划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两个前途 两个前途 这个两个前途的争论呢 是很大的这些年 21世纪以来 这个争论非常的计划 在前一段时候 在21世纪 所以特别在05到10年期间吧 应该说是 国家主义 这个倾向是 占上风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所以中国模式啊 变成一个 很多人 认为是已经给世界造成了一个先例 不但是对中国 那么有些所谓奇迹了 有些比如说北京奥运 高铁建设 还有有些地方 像重庆这样的地方 多年保持 已经有四年了吧 保持大概平均 GDP平均年增长14%这样的速度 那么他们作为论据 但是最近这一年呢 这个有很良性的转变 在我观察 在我观察 什么原因呢 就是所谓良性转变 就是说 像按照2003年 中共这个决议 或者说 经济学界的同仁 大多数认为的 我们应该 援助这个 70年代末期以来 这个改革的方向 在经济上就是市场化了 政治上就是法治化 民主化 援助这个方向 使得我们这个 市场经济啊 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市场经济 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 或者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 市场经济 这才是出路 这一种倾向 渐渐地上升了 除了一个从本世纪以来 一直在争论的 就是从理论上的 方针上的这个争论 说道理 到底我们成绩怎么取得的 中国崛起 到底是什么原因 大家其实是感同身受 这个道理 是完全是能够站得住的 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是可能是因为 用这个强政府 用大量的投资 用政府的管控 来实现的这个增长啊 短期 是确实是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 但是中长期 它的问题 它的后果 就暴露得越来越严重 而时间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问题就暴露得越来越多了 第一个暴露就是这个高铁 高铁确实是 可能世界的交通发展历史上 大陆这个高铁建设 那要讲结果来说 那是辉煌 可是成本呢 本来应该做高铁建设 但是因为它是 这个我们那个部啊 铁刀部是改革最落后的一个部 一般的国营企业的正气 只能分开都是做到了 它没有做到 它不但没有做到 它比别的国营企业还多 它有公安 有检察院 有法院 有自己的这么一套 用这么一个体制去执行高铁建设 成果不错 但是成本极高 腐败非常的严重 现在它这个负债两万多亿 怎么还 到现在说不清楚 最后大概是纳税人得掏腰包了 这个所以呢 实际的情况教育了人们 就是不能只看到短期的效应 而要看到长远 所以 特别今年以来 特别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 这个 在十二五提出来要做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所以在学界最先其是响应 就做了很多讨论 那么今年呢 特别是因为要开十八大了 这个 所以讨论就更加热烈 从各个层面的人来看 大众 从短期利益和根本利益 长期利益的考量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哪一个条路是更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 官员们 也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跟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 应该说他们保持现在这个体制 应该说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不改不行 不改不行 所以呢 今年以来 这个改革的呼声高涨 而且这种呼声不光是学者 包括官员 包括企业家 都认为 希望能够十八大 能够做出一个方针性的决定 就是说 我们的说法叫做重启改革议程 或者说 这个 再一次地踏上这个改革之路 但是呢 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说方针定了就行了 当然方针能不能这么明确 还 有 不完全的确定性 它是一种 可能性在 概率提高 那么 那么 即使很 大家 如大家所愿 这个方针问题 路线问题 提的很明确 还需要 根据上一次大转折 就是 从90年12月以后 91年 92年 14大 到93年 制定了 这个 总体规划 94年 开始按照这个总体规划 推进改革 所以要有很多的准备工作 所以我们 这个 学界 大家也很有热情 来参与 这个讨论 因为93年 那次 那个总体规划 是很多很多 学者 经济界 人士 官员们 参加 共同研究 最后 由这个 党中央 中和 制定的 那么现在 也希望 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 看到了一个 在这个山沙口上 看到了一种希望 我们希望努力呢 实现 这样 现在看到了困难很多 我们 但是回想起来